迪丽热巴和杨子是内于当之无愧的可以与男顶流抗衡的女明星 二人的优切点都很明显 平时两边的粉丝就在暗中较劲 此次微博之夜将二人放在一起官宣 也让这场battle提前进入白热化阶段 首先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热评可谓不相上下 官宣一个小时后排在前14位的热评 迪丽热巴粉丝占据前8期 9到14期是杨子粉丝 其中迪丽热巴粉丝的一条评论更是获得8万点赞量 数据还在不断飙升中 两位艺人的热度和流量在女明星中可谓无人可以忘记向背 另外大家关心的莫过于两位女明星红毯上的妆容和服饰 早在半个月前确定历临此次微博之夜的女明星粉丝 就为自家真主的造型操色了心 什么样的刘海 什么样的发型 什么款式的服装和鞋子 树无巨细 生怕自家真主造型拉垮 营销大方 而迪丽热巴和羊子作为有红毯出圈造型的演员 压力还是不小的 迪丽热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玫瑰刺相抹松长情 那一件星光大赏上的迪丽热巴 头戴小王冠 雪白衣裙上的红玫瑰娇蕉眼欲滴 欲发衬托的人笔花椒 仿佛美神降临眼间 风吹鲜美飘飘剧 游似霓裳与衣物 这一条长裙被迪丽热巴传出无法逾越的高度 迪丽热巴是公认的极性感和雍容典雅一一身的美女 羊子在容貌 气质 身材上虽然略逊一筹 但羊子是温婉的小家闭一行 有几套红毯造型也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这条紫色夜地长裙就很好地轰突出羊子的少女感 紫色长裙的包间部位有花朵元素 群圣也有层层叠叠的花朵错落有致的点缀期间 当天羊子迎并高腕 露出光洁的额头和水一样的双眸 紫色长裙营造出梦一样浪漫唯美的氛围 阵阵的美人如画 天倒众生 迪丽热巴在休息九个月复出后 每一款造型都令人惊叹 她的美是自信的 也是超凡脱俗的 因此有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现在挑选剧本更侧重于偏向主流 非常希望早一点看到她出演的 阴气干练的女检察官安妮 杨子虽然有的造型不尽如人意 时尚表现力也一般 但她的演技和台词备受认可 赋予角色的魅力远远大于演员自身的魅力 这也是杨子虽然在内于无法跻身美女的行列 却一直颇受观众认可和喜爱的主要原因 法美女必然都是自信的 无论什么发型 妆容 补妆 配饰都能妥妥驾驭 那么就近代微博之夜上迪丽热巴和杨祖的造型 近代那石破天惊令时光都未知惊变的时刻 请不藏我